規定 一顆要四十五七至五十 最近是淡價的問題 其實 但黃書都是阿倫的 阿倫也是萬塊、藍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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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本來跟理論也是要買的 所以你是覺得 如果期間這個價值會買嗎 我是覺得大家就公平它那麼好吃 還是會來買 好吃還是會買 我們去做單了 人家說還是蛋黃酥 我都一直搶來買 因為我拜袋都會買回去 記者拜袋 大家分享 了解 一個蛋黃酥小店子50塊 那這樣的價格你能接收嗎 蛋黃酥 不會 不會接收 這麼說 賣持有必要 偶爾吃可以 如果直接 送禮應該可以 自己吃就不考慮 但是他就不會列在第一考慮 那你覺得這樣價格會不會太高 有一點 可是現在什麼都漲 兩顆就要100塊了 所以就覺得好像不值得 不會排在第一座位 對 對對對 好 OK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